提到了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我们的文化的自信自强 可能都要靠在座的每一位去不断地去努力 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现实和未来 那么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是我希望大家要在自己的心里面 去种下一颗未来的种子 就是我要有一个对自己的定位 对未来的期许 我想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我想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我想在哪个方面有所建树 你要在适时的给自己的内心 拨下这颗种子就像学习一样 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达到的 它是通过长时期的我们的这种努力 锻炼 营养的寄予 我们才可以在未来的有一些 让这个种子发芽 参天大树 进而成为动摇之才 所以呢 大家要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 多一点的精力 然后多一点的这种机会 也许在某一个某种的时刻 在心里面播种下的和未来的种子 我们要有对未来的一种预期和信心 然后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比较优势 转变成我们的竞争优势 那么刚才这个韩总也讲到 分享好了中国在过去崛起到现在 这个老一代的这个企业家 那么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得益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是我们庞大的人口红利 我们廉价的劳动力 那么另一个方面 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勤奋 中国人民是最勤奋的 五加二白鸭黑 然后呢 我们把廉价的商品销售到了全世界 我们中国成为了最大的大陆商品的消费国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着 我们比较散场的事情 我们卖了很多的这个毛绒玩具 我们卖了很多的白色家电 那么现在十部iPhone手机里面 有九部是中国生产制造的 这些都是我们的比较牛市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一直叫那个优势 是否可以保持并且持续地存在呢 其实我们从这个各种的报道来看 每一年都是中国经济局困难的一年 我们传统的说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加码错都不管用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比较优势不在了 一些新兴的国家 新兴的市场比我们可能更有优势 那么同时呢 从原来的买方市 从原来的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了 世界经济都不好了 消费力在下滑 那么我们自己的利息优势上去 那么我们的可持续的成长和发展的 着力点在哪里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提到 在我们已经实现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用资金 用技术 来打造我们独一五二的竞争力 这个竞争力就是我们的壁垒 在这个壁垒上面 我们大力发展芯片 大力发展工业信息产业 发展互联网行业 发展人工智能 发展生理科学生物一样 这些都是引领未来人类发展 以及我们的这个 这个持续的这个民主 这个国家百分枪 昌正的这个基石 所以呢 在大家 把我们比较善于学习的同时 根据我们波下的恩公组组织 考虑一下 我们的竞争地雷在哪里 我们将来要成长成 什么样的产品大数 那么我想分享的第三句话是 战略新兴产业 一定是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其实我非常羡慕那些 在做从事这些 就我们传统的讲教文科里 这个本身是由 我以前是文科出身 那么现在在做经济类的一些工作 但是我非常羡慕那些 去做技术的 包括像草总的 这个计算机的专业人才 互联网的专业人才 等等 因为现在我们在我们的 这个投资领域 看到了很多 我们看到的一些 战略新兴产业 给这个时代和社会 带来的事 我可以跟大家举两个例子 也是我实体投资的案例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呢 是我们在2017年底 2018年初 投资了一个做轻能 轻能燃料汽车的 这个一家企业 它主要是做 轻能燃料汽车里面的 核心的发电机的电堆 一会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原理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看了轻能到过前两天的一个报道 咱们河南省南阳市市委书记 为水清发电机点赞 然后引起了轩然的大波 轩然大波 然后这个舆论做了很多的讨论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驴粉自清这个技术 因为在座的都是学霸 我想很多应该是 对这个事情是比较了解的 这些化学原理是比较了解的 它不是一个很新鲜的技术 只不过说在驴粉自清 在清通过确化剂的反应 生成电流 驱动电机工作的过程中间 它把整个这一套都放到车上 其实是不成熟的 但是单独来看 无论是驴粉 这个通过水变成氢气 还是氢气通过确化剂反应 变成电流 生成这个电子 离子 进化产生电流 驱动电机 那么这两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看到了 在过往 我们对于石化能源 就是化石能源的需求 是非常的严重 也是过于的依赖 导致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包括能源的枯渐 包括环境的污染 那么新新能源 一定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走在大街上 也许每五辆汽车里面 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 但是目前的新能源汽车 更多的是理念的汽车 包括新能源大巴 更多的用的是铅船电池 在这个新能源的新的产品 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有做得很漂亮的像克斯拉 像小鹏 像蔚来等等 做得确实是非常漂亮 然后呢 这个续航力程 也是做得非常地好 智能化、网元化 做得都非常地不错 也得到了很多消费人群的认可 但是在我们有没有想过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电池的生产和制造 以及未来这么多汽车 到爆飞机以后 电池的回收 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它真的是一个 节能环保的产品吗 所以呢 同时呢还有一个方面是 我们目前的锂电 它的能量比已经达到了一定的 一个上限 那么在安全性和能量比之间 我们现在很多采用的是一些 三元高面路线 但是呢 在这种路线里面 可能会导致这个产品不是很稳定 发热、爆炸 引起一些不安全的一些东西 那么可能在长途的这个领域 新能源汽车不见得是非常有优势的 那这个时候在未来的长途 未来的重载 尤其是对于柴油发动机的重卡 轻卡 对它的期待 有哪个领域的新能源技术可以实现的 我们经过大量的学习和研究 和对各种的新能源技术路线的分析 我们认为轻能是一个可以实现替代的 很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和路径 因为首先 轻是大自然中存量最多的一个元素 第二 取之不进 用之不解 在使用的过程中间 常温下可以发生化学反应 并且生成水 完全的环保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新的 在整体的这么多年的发展的过程中间 对于我们技术的领先和 轻能燃料电池 这个发电技术的工艺的一致性 产业化 以及 还有这个技术的国产化 已经实现了 我们的这个 在这边 有的 因为 我们的这个 你